蒸汽机的发明 孕育出汽车 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 电磁波理论催生出海量技术与产品 广泛应用于通信 医疗 食品加工等领域 微电子技术则将人类带入了全新的信息时代 合计成果只有走出实验室 进入工厂 走向市场 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推动经济发展 造福百姓生活 然而 现实的情况却是大量科技成果 被数字高格 无人问津 尽管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 科技成果转化状况的权威数据发布 但落地难 转化率低 则是多方共识 其实 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独有 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世界难题 并因此被关于一个无奈的称号 科技成果转化 死亡之谷 怎样唤醒那些沉睡的科技资源 高校 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该如何接力 资本与科技成果怎样对接 在世界范围内 有没有成功的经验 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经济大讲堂特别策划 奋斗在《科技前沿》系列节目 特邀重要级嘉宾 东北大学校长赵继 为您深度解读如何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 死亡之谷 赵继出生于教师家庭 身为东北大学校长 他对教育有着独特的理解 情怀和理想 在担任行政管理工作时 他始终奋斗在科研一线 承担其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职责 他是第十三届全国政界委员 教育部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他的激情与务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积极倡导产学研融通和协同创新 着力将推动大学的科技成果 向产业和教学双向转化 让大学教育能真正为青年学子 插上科学和人文两只翅膀 他是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首席专家 长期从事智能经理制造的研究 和人才培养工作 在大学管理 工程教育 科技创新 和技术转移等方面 具有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大家好 我是东北大学赵继 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话题 我这里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科技创新 我们有一个好的想法 然后我开始进行理论研究 建立模型 进行仿真 做实验 提出一种创新的思想 技术路线 然后拿出个样机 拿出一个模型 接下来我找到一个老板 介绍我的产品 介绍我的技术 我说我这个技术一共有一百米 我现在已经走了五六十米 五六十米 我讲我的前景如何如何的好 将来经济效益如何如何 它能用在什么场合 我也会实修式地告诉你 挑战在什么地方 那现在我的问题是 你作为一个企业家 你愿意接这个技术吗 如果我是一个企业的话 我会先去评估一下风险 一定会是很低的情况下 或者说我稳赚不赔的情况下 才会去接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风险非常大 即使有很高的利润 我还是不愿意做 谢谢 您这个想法 我跟大家实修式地说 就是目前我们国内面临的现状 企业家多数都这么想 那最后这个成果就是个论文 就是个专利 就停留在刚才讲到的胜利的前夜 也就是我走过了五六步 就死亡在 夭折在七八九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一段路程往往称为死亡之骨 一些好技术 最后没有走到底 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 今天我跟大家所想分享的 就是从国家 企业 学校 个人不同的维度怎么看这问题 采取哪些对策 在国际上呢 有人把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呢 分为创意 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 基础共性技术的公关 包括小试 中试 验证 一直到产化前期 最后生产 以后分了九步 我这里边呢 再说的通俗一点 我把它比喻成四乘一接力 大家都熟悉那个四乘一接力吧 比如在大学里边 它比较擅长基础研究 我把它称为第一棒 第一棒 然后接下来把这一棒交给呢 应用基础研究 或者技术的原创研究阶段 把它比喻成四乘一接力的第二棒 那么再往下 这个成果从大学里边 要输出出去 或者从研究机构 要输出出去 要做中视 比如说要做模型的验证 共性技术的攻坚 要做样品的放大 要模拟真实条件下的 进一步的技术的深化 熟化 比如一个研究 哪都好 但是呢 发现可靠性不太行 或者轴承不太耐磨 或者精度不太够 或者一个手机 用蛮好用的 但真正用起来 老掉信号 信号老不强 这都不行 就要进一步熟化 这就是说的第三棒中视 那么再接下来 要做工业化的生产 由企业来做 他要关注产品好不好用 价格如何 消费者的心理 营销 质量保障 还有产品性质 性能的一致性 等等 那么 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 大学呢 擅长的是前两棒 那么第三棒 怎么来跑呢 是全世界的难题 不是我们国家独有的 产生 成果转化的死亡之骨 这个不奇怪 这里边呢 有方方面的原因 首先 作为国家层面上 它涉及到 通过法律 和政策 如何来界定 或者厘清 你向成果产生以后的 所有权 使用权 处置权 收益权 特别像大学研究机构 它的研究经费 拿着国家的钱 那成果的属性 当然属于国有 那么你大学里面有没有使用权 有没有处置权 有没有收益权 说的再具体一点 把成果卖了 研究人员 有没有好处 如果说 说我在这里面没有利益 只有风险 如果您作为科技人员 肯不肯冒这个风险 继续往前走 所以作为国家 一定要通过 法律 政策的层面 把刚才 科技成果 所涉及到的 这几个权 要把它厘清 从企业层面来说 研究成果 工程化的投资 非常大 它可能是 前期研究经费的 十倍 或者几十倍 那么企业出于 对风险 对市场 对成本的控制 和担忧 这可能都影响到 转化的决心和信心 那么作为大学来说 我跟大家坦率地讲 实验室的成果 不是商品 科学家 技术专家 他不是企业家 实验室的成果 到市场的产品 或者商品之间 是有相当的距离 我这么说 大家能理解 为什么存在的 死亡之果了吧 作为个人来说 怎么看待 他这个研究和工作 算不算贡献 算不算绩效 涉及到 利益分享机制的问题 我在这里做转化 将来有收益了 我在这里 可不可以分成 有没有股权 有没有比例 以及在刚才讲到的 整个创新链条当中的 从科学家 专家 企业家 中介机构 包括国家 如何利益分享 我个人觉得 这四个方面的原因 都解决了 才能真正地走出 科技成果转化的 死亡之骨 让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 创入大市场 是当前我国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可是 水有权转化 如何转化 转化收益如何计算 如何转化 如何分配 风险又该如何化解 这些现实的难题 亟待破解 为此 2015年8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2016年3月 国务院印发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若干规定 2016年5月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促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行动方案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 政策体系三部曲形成 各省事业纷纷出台 相关管理办法 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 有了政策法规的保障 高校企业科研人员 如何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 共同跨越死亡之骨 促进科技成果成功转化 请继续收看 奋斗在科技前沿 东北大学校长赵继 为您精彩解读 我的第二个话题就是 我们如何跨越死亡之骨 这里边我觉得 首先有一个关键道路 要坚持走 产学沿用 融通创新之路 这个大家知道 我们的中关村 知道吧 当年你们可能还比较小 比较小 我做研究生的阶段 经常到中关村出差 大家知道 中关村的科技发展起来 有很多因素 国家政策 改革开放 有政府的支持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是因为有北大 清华 这样一批高水的大学的存在 以及他们大量的研究者 教师 学生 把自己的技术成果 不断地往外孵化 成就了今天的中关村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把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的中关村 和今天做个对比 就非常非常地有感慨 这是每一步 每十年的发展 都历历在目 能看到我们国家 在创新路上的变化 国际上也如此 大家知道有一个 类似我们国家中关村 创新做得非常好的 大的园区 在哈佛和MIT 就麻生理工学院的附近 这个地方呢 称为128公路 这里边诞生了很多 耳熟能详的技术 浮化了很多 在今天仍然发展 很好的一些 世界级的著名的企业 还有这个硅谷 硅谷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这个区域里边 由斯坦福 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里分校 等一批学校 也是按照同样的 从事创新 技术转移 成果转化 成果孵化 创建了这个园区 它的产值和效益 在全世界都处于 引领的地位 因此 一所大学 和一个区域的发展 是相互互动 同向同行的关系 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大学的研究 也包括研究院所 科技创新 我们通常把它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就是面向学术前沿 探索无人区 第二个层次是 面向重大需求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第三个层次呢 是面向主战场 解决人们美好生活的问题 面向市场 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首先大家知道 有一些研究啊 它非常具有前瞻性 在一定的时间内 不一定马上能转化为 可用的产品或者商品 或者有一些 可能永远也不能转化 比如说 我们对暗物质的认识 对黑洞的认识 对生命起源的认识 大家会说 研究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也有一些呢 在当下我们看不到 更好的前景 但是在未来 有广固的市场 这个例子就特别多了 大家知道 像电流的发现 电池场的发现 还有X光的发现 在当时大家想 电池场的发现 能想到今天用到手机吗 X光的发现 想到今天的CT 能已经做到256成 甚至更高嘛 用于人类的健康诊断嘛 我相信当时 未必都能看得清楚 因此有一些 在学术前沿上 重大的探索 尽管当前 不能明确看到 应用的这个效果 或者直接的这种前景 但是它有潜在的前景 和解决科学认知的问题 我觉得这些研究 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探索 研究的无人区 所以做这些研究科学家 是非常伟大的 有的时候 确实十年某一件 二十年某一件 甚至一生就某一件 作为一个研究者 作为一个大学的老师 我对他们充满了敬仰和敬意 那么第二个层面 要面向重大需求 比如说大飞机 国防安全 高铁 新能源汽车 5G 新一代药物 等等这些 来凝练我们的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 转化到整个生产技术 创新链条 通过产生员用 合作 把它打通 把我们的目标最后实现 第三个层次 就是面向市场 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 包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这个技术特别多了 比如 汽车的发展 手机的发展 化妆品的一些发展 日用品当中的一些 新的发明和创造 不断地改善我们的生活 这些研发人员做的工作 也是有意义的 也是很了不起的 那么在研究当中 还有一个保障特别重要 就是如何创新 科研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大家知道 天使基金 风投基金 知道吧 比如说 我投十个项目 我不求每个都成功 我其中能成功两个 甚至成功一个 我就能量学循环 所以他的基金 专门就干这个事情 那么 在 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 这套机制是比较 相对完善一些 在我们国家 市场经济先走一步的 一些城市 特别是一些 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 这方面做的现在也蛮好 也蛮好 现在就接下来 就是在我们整个社会上 如何使资本和科技的对接 结合好 这是科技成果转化的 一个保障性的 一个关键问题 这里边可能说的太学术 我打一个比方 科技成果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美女 资本相当于帅哥 在这个逻辑上 要想这成果落地的话 他的逻辑是 帅哥作为美女 帅哥作为美女 怎么追最好呢 我的畅想是 最佳的状态 能够一见钟情 这技术一看挺好 挺好 我就盯上你了 一拍即合 也可能不是一拍即合 可能十拍即合 见了十天就拍下了 这效率比较高 一种配置 或者日久生情 我观察一段 我吃不准 我跟踪一段 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和机制 如果还是困难 那我建议呢 是不是搭造一个平台 有一种红娘机制 介绍介绍 请问平台 大家谈一谈 处一处 看看能转化 还是不能转化 我想这个机制特别重要 另外一个机制呢 就是能够使 一些重点的战略研究方向 将来能够通过企业 政府和学校 共同建设 共性技术 研发中心 或者产业技术研究院 这样的一些平台 来突破那些 关键共性的技术壁垒 为什么谈共性呢 因为不是共性呢 这个专有技术的话呢 一般来说企业呢 还有一种自我保护 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考虑 因此呢 对于这种公共平台来说 研究共性技术呢 这种产业技术研究院呢 可能更适合 更适合 这是我的看法 老师你好 就是美国曾经在 就是在上个世纪 然后它实行了一个拜度法案 在这个法案实行之前 它美国的 就是大学的科技转化率 只有5% 但是在实行了之后 他们的科技转化率 就是提升了好几倍 然后就是我想 问一下就是 它这个法案 它有什么核心条款 就它的 值得我们中国借鉴的地方 有哪些 好 这个问题 这个话题问题很深入 也很专业 这个美国确实有个拜度法案 大约在 70年代末的时候 美国科技转化 也面临着 我上面说到的 那个死亡之骨的困惑 大约转化率呢 也只有不到10% 那么后来呢 美国参议院的两位议员 就提出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的核心是 关于科技成果的 所有权 使用权 处置权和收益权 特别是 它强调了大学研究机构 可以有处置权和收益权 这就极大的刺激了 研究机构和研究者 个人从事研究和转化 特别是转化和技术 转移的积极性 这个法案呢 大概是在1980年 出台 出台以后呢 我看到的资料呢 这个转移 转化效率 转移的这个比例呢 明显增加 因为转移的比例 这个话题很专业 有的时候呢 看不同的口径 有不同的说法 我看到的资料呢 大概增长了十倍 这个对中国有什么启示呢 就是因为 这个科学在技术转移当中 面临的死亡之骨呢 是共同的 因此我们国家呢 科强总理也提出 要研究这个法案 做一些借鉴 走中国的道路 提出自己的法案 因此对我们国家的 原来1996年出台的 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就做了修订 于2015年8月份 在人大通过 通过之后呢 后来就实施了 就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老师您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现实中 科研人员和企业之间 很难达成合作 我觉得是因为 我国目前 做科技成果转化 最重要的就是 缺少高质量的中介机构 在美国有技术转移办公室 建桥大学 成立了建桥企业 我想问一下 这些经验 是否适合我们国家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首先呢 我正面回答你的问题 这些经验呢 值得我们借鉴 也值得我们学习 那么可喜的是呢 那么我们国内的 很多研究机构 这些经验和这些探索呢 都有实践 同时呢 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 技术成果转化 转移的一些模式和机制 乃至队伍 刚才您谈到 在研究者和企业之间呢 它可能会有个轰功 这里面其实也不奇怪 就大家考虑问题不一样 一开始我就说到了 因为企业有转化风险的压力 有后面投入比较大的压力 而高校呢 又自己擅长和研究阶段本身 它的使命 它的分工 因此呢 中间需要个桥 这个桥呢 就需要专业成熟的 而且呢发展发育良好的 中介平台 中介机构 乃至一些科技成果转化的 中介人的培育和发展 我觉得这个中介 环节特别重要 那么将来呢 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把技术转移 包括市场辅导 包括基金的投入 包括法律法规的审查 等等这些些 比较综合的 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不是特别擅长的 也不能分离出去 由专门的代理机构 中介机构来做的话呢 这个可能更专业 效率更高 那么我看到了 这几年的变化 这个比如在我们国家深圳 在广东 这个各种风投基金 天使基金 那个比重已经非常大了 比如在很多高校 也成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 一些带有中介性质的 一些机构和平台 现在呢 可能啊 我判断 就是由社会资本进入 这更加专业的 一些专门化的 从事中介 转移 评价 风投 认定 这机构呢 这个雨后春损办的 这个涌现 这将是我们国家 创新机动 技术转移 发展当中的 外在的 有力保障 感谢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呢 大学的排行榜对于社会和百姓 大致了解一所大学的位置发展状况 是有帮助的 特别在初期阶段 但是到了比较深入了解一所大学的时候 和了解一个人一样 不是简单看判明 要看他的特色 他所追求的卓越 他的发展愿景 他的使命 他是不是在自己定位上办得最好 各位可能知道 我们国家现在的大学生的毛入学率 已经接近50%了 接近50%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达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的门槛 高等教育普及化门槛的 国际上的通行规律和特征是什么呢 是多样化 就是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卓越 才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你比如说在德国 在法国 有些家长把孩子不一定非要送到 那些研究型的中国型大学 他可能送到一些工程师的专门学校 出来之后薪水很高 很好就业 他的工程师质量很受社会的认可 这难道不是高质量吗 我这里举了几个例子 斯坦福 维斯康星大学 以社会服务发展建长大学 都是优秀大学 同理我们新发展起来的 英国的华为大学 65年建校 产学合作做得非常好 社会上也非常认可 亚生工业大学 德国的在工业创新上 在技术的尖端前沿领域上 做得非常卓越 也是好大学 卡内基梅隆 原来是一个钢铁 学科专业建长 地区以生产钢材为主要的 蜘蛛产业 比斯堡这个城市 这样一个环境下长起来的一所大学 那么今天他通过问题导向 学科交叉 转型发展 现在他的信息领域 已经办得非常出色 包括他的戏剧 管理方面的学科也很有优势 因此我觉得中国的大学 既要对标 国际标准 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 更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办出自己的特色 我们现在反对五维 在基础研究方面 也不是不刊论文 就是不能拿论文查数 不能简单一论文多少论英雄 应该更看重质量 在技术创新方面 我觉得应该更加关注 能否解决那些卡簸的技术 能否引领技术的进步 和产业的转移升级 对于大学来说 我的观点还是 做自己擅长的工作 就大概说 你说大学什么不擅长 比如说大学办企业 就不怎么擅长 教授不是老板 教授不是企业家 我的观点是 大学的成果 研究到一定程度 通过合作的方式 转移出去 或者合作开发 或者卖专利许可就可以 一干着捅到底的话 不一定能成功 有成功的 我的观察是 多数情况下有挑战 因为做个企业的同志都知道 一向技术好 不一定能赚钱 但是技术不好 那肯定不赚钱 那么除了技术以外 还有什么呢 大家知道 还有商业模式 资本模式 技术模式 还有管理模式 你管理不到位 费品率很高 成本控制不下来 你同样赚不到钱 因此推动产权融合 过程当中 大学还是要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 一个好的大学 应当是有优势有特色 学科交叉 然后相互支撑 协调发展 特别是把理论成果 把它应用化 做到顶天立地 然后服务国家战略 解决若干重大的工程需求 和在工业化生产当中的一些 关键技术难题问题 比如我所在的学调 它就是以技术创新 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 建厂 在共和国建设时期 曾经研制了 第一台电子管模拟计算机 第一台国产CT 第一块超级钢 也创建了 中国第一个大学科技院 特别是在近年来 学校通过深化改革 构建加速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 着力强化特色 推动产学沿用 融合创新 东北大学大家知道 它的材料 特别冶金 材料这些科 是它的优势和特色 通过近年的技术创新和公关 能够在一些重大的相关领域 突破了多项 卡脖子的一些影响高规格 高品质 这些钢材的研发 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打破了国际的垄断 学校提出了生产全流程 混合智能优化控制方法的原创成果 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流程工业等重大一些工程 大家知道 就制造业而言 我们把它大体分一分 分两类 一类是离散制造业 一类是流程制造业 离散制造业包括生产汽车 飞机 手机 零部件 它能查数的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能查数的 还有一类是钢铁石油 化工 按照连续流程生产的成为流程工业 在流程工业当中的优化控制 智能控制都是非常难的问题 那么学校的研究者们 推出了这个全套的理论 那么这套技术 这套理论 已经写入国际 这个领域学术组织的最高端组织 自控联的白皮书 作为未来世界自动化 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不仅在理论上 而且在实践上得到了双丰收 那现在我提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认为一项成果 研究完之后 然后呢有了纯收益 有百分之多少归你 你能接受 或者你认为还可以 这个能 咱们试探先回答一下可以吗 我觉得应该是百分之五十吧 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成功 我是知识产权 我是核心竞争力 我是CC 所以我肯定要拿到 至少要拿到一半 我在声明里加一句 我这些成果投入的 可是国家投入的 你是大学里的研究人员 或者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我自己满足 从读应该是百分之十左右 百分之十 我这里边讲是纯收益 把成本扣到收益 产生效益了 怎么分成 国家如果支持的话 而且还能被投入到应用的话 个人我觉得能拿百分之五 我觉得至少要百分之五十 好 我能看起来 这边力度比较大 这边比较谨慎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国家新修订的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当中的规定 就是我讲的是纯收益 纯收益 它要求不低于百分之五十 讲给团队和个人 这个力度可以吧 所以大家看 我们国家在重大科技政策 这个制定上 力量是很敏感的 这个大家相信 它一定是有效的 对吧 我跟你说 东北大学的情况 东北大学呢 贯彻国家新的修正后的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出台了二十多项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转移的文件 我们学校的规定是 最低 这个纯收益 给团队和个人 不低于百分之七十 力度还可以吧 可见我们国家 对科技成果转化的 比较大的 一个支持力度 和为了调动大众创业 创新的积极性 所能够给予 释放的红利空间 同时正在建立 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其他的一些 能够促进保障 转移转化的一些 其他配套的文件和制度 所以这个效果呢 开始显现 2016年到2018年 过去的三年 学校输出的 技术交易额 和科技成果转化的 教育额 在全国高校呢 均位于前列 同时呢 也入选了 国家教育部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和技术转移的基地 也名列前谋 这一点做的 还是比较好的 学校呢 特别注意呢 把研究成果 向教学转化 转化成育人的资源 通过产学合作 和创新创业教育 更新教学内容 教学体系 打造 培育学生的创新团队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实践动手能力 这个我们统计了一下 最近几年 东北大学的师生 在国际上参加各种大赛 获奖的人数 规模和比例呢 在全国高校都名列前茅 我们的出口 培养的学生 是会认可的 其中 创新创业的能力 受到好评 比如我们有一个 艾森团队 大家在电视上 可能看到 机器人团队 已经在国内 机身大赛四连冠 代表我们国家大学生呢 出征国际比赛 同时呢 我们还有一个 以队 TTT机身团队 也是冠军 很多学生通过他的训练呢 在创新能力意识 和创新精神方面 实践能力方面 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我认为 这些同学走到社会上 那是好用的 他将来 如果不从事机器人行业 他将来在无人机 汽车无人驾驶 数控机床 自动化装备 都可以大显身手 因为他这个有这个能力 那么 同时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很有意思 就这个团队 他还浮化了自己的公司 就是我统计了一下 就是大学生在运行的一些公司 两个学生运行的公司呢 有65家 年度合同额超过千万元的 也有多家 千万元一个大学生 也很了不起 那面向未来 这个学校呢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也深知呢 学校的短板和不足 但是 在推动技术创新 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道路上 是可以和 学校建设的大目标 就是追求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 是相一致的 那么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 牛津 斯坦福 马生理工 剑桥 但会有第一个北大 清华 浙大 复旦和南大 等中国著名学府 我们要认真吸取 国际上先进的办学 自学经验 更要遵循教育规律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因此按照总书的要求 我觉得我们身担着很重 面向未来自己的愿景和目标 我们自己感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唯有绵绵用力 久久围攻 不断探索和前进 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就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